这个是今天的食材 我们要用LC的铸铁锅来做砂波饭 这里有香肠、咸鱼、腌好的鸡肉 还有这个白米 上汤、小白菜、红萝卜 腊肠泡过水后会比较容易取出外膜 用少许的油把姜鱼仔汤的材料爆香 然后加水再煮大约15到20分钟 小白菜和红萝卜放进上摊里面 汆烫大约30秒然后拿起来 咸鱼用少许油煎到金黄色然后捞起备用 用少许的葱头油把米的材料爆香 大约1到2分钟 接着加入鸡汤或者是水 搅拌均匀 盖上锅盖 焖大约3分钟 当米的水分蒸发之后 就可以排上腊肠 还有腌好的鸡肉 盖上锅盖 继续煮8到10分钟 直到鸡肉熟透为止 不同的锅或炉灶喷煮的时间大约会延长5到8分钟左右 当鸡肉熟了之后就可以排上小白菜和鲜鱼 然后淋上酱汁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动了 看看还有锅包哦在下面 而且米一颗一颗的不会太软哦 Clueda 都并不太软主哦 跟我lo 可以吗 exfoliary 在这里 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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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ente